開始第一張絕地海島的地圖 那昨天兩張絕地海島 都是ASHA GAMING AG 拿下勝利 對 今天是不是可以 三連 三連海島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其實 這戰隊很特別就是他們好像沒有所謂的壓力 你有沒有發現嗎 其實他們 只要畫面掉到他們選手 他們選手其實就是很放鬆的一個狀態 但是反觀 坐在他們旁邊的UNG 他們其實 除了驚鴻 好像一直不斷的眉頭緊握 其他選手好像都是很努力 很努力 就是很緊繃 你知道 這種螺絲不小心掉下一下之後呢 可能整個隊伍就會爆開那種概念 所以其實 從一個隊伍上面的壓力層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AG好像真的是毫無壓力 打到很爽 好像他們是在最高進階那種享受比賽 小心 已經看得到這些氣場 不是啊 因為你看很明顯啊 剛剛那個現場的環境 其實我很喜歡 尤其是我之前當教練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現場看選手 我喜歡去觀察說 這個隊伍的 現在的氛圍 這其實是一個 呃 我覺得一個小片寶 我就會跟選手講說 欸 有哪些隊伍好像爆開來了 他們隊伍裡面的地面好像爆開來的時候 代表說他們有出現一些斷層 那這個隊伍 你們可以去嘗試去看看 對 如果說今天畫面幾乎出現他的時候呢 推就對了 就是有可能會從這些東西你感受到交給選手 選手會發現 欸 原本不是破口的隊伍 maybe有一些地方可以去打點了 對 其實你當教練當到後面 你會發現說其實 你該教都教了 那選手 什麼叫直接選手 直接選手對遊戲的掌握度一定很高 是 對 所以你只要教導他們 引導他們往一個正確方向就好了 主要是 去讓選手去學習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能夠 現場給的東西 只能包含說 有沒有些隊伍可能改變先打法 或是說 到目前為止這個隊伍的狀況是好是壞 因為選手不會去管 你選手只知道說 做就對了 是 重新開了之後 稍微往 右邊騙了一點點 也算是中規中軍 也算中規中軍 極左的位置可能有點難飄 那在南島的 這個就是基地的話 DUPLE已經先跳了 可能會直接往N港去飛 那除此之外 其他隊伍好像都是要先從 中間這條河 往官是Milta 還是往左邊的F港這邊去跑 大部分的隊伍都在中段班這個位置去跑 還蠻正常的開局啦 對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到說 反而是機場這個地方沒有人跳 對 主要的原因是代理至於說 昨天很多目 很多隊伍要幹嘛 賭敲 賭橋甚至於說我卡一個點呢 然後我就是開始進行不斷的爆車 是 那最明顯的隊伍就是 ULEV UP 以及AEG這兩隻戰隊了 對 他們往往會喜歡這樣搶 OK 我今天已經搶到一個還不錯的位置之後呢 我就開始做一個賭橋動作 哇 結果這一圈 不便不移 也配合航線啊 配合航線正中心的圈的情況下 其實各隊伍要提速的動作 就不會說太快 是 對於自己在於說 這個第一圈大 然後又是求生島地圖 夠大的情況下呢 我不太需要前期去搶一個節奏 是 那 你前期搶節奏 主要的原因是說 如果航線跟圈離的距離很遠的話 那我還可以進行一個落點 但是 航線就在圈的正中心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圈內到底有誰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做一個提示動作 是 因為就是一翻兩瞪眼 我沒有必要去賭一個這樣一波嘗試 就算賭對的好了 那你可能你也守不住這個地方 收穫也不是太好守住啦 對那這邊看到的是 shortime live STL 那大家要記得跟這個 蘇德龍要分清楚 因為我一開始是想說 喔 很像一個STL 一個SDR 對對對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他是自己 剛剛講到來到F港這邊 該怎麼講 對我來說 沒有去拚這個中心位好的地方 大概就是 還是好好想要開局發育啦 對其實我覺得這支隊伍 我可以不斷的提一些所謂的 從起始點位可以看出一個隊伍 到底他們準備的東西在哪邊 STL剛剛那支隊伍很明顯 他們選擇一個大小漁村 但是他們成員密集程度其實 太過於密集 其實你從開城就可以知道說 我四周圍到底有沒有人的情況下 我沒有必要這麼密集 而且眾所皆是 但是大小漁村的物資資源其實沒有這麼的優渥 那如果前期我變成說 我必須要軍隊式的搜刮物資的情況下 那就相反的整體隊伍的節奏也相對的會被delay掉 是的 對啊 哇這邊很早期的 S成 結果立志已經先抓掉了KEO的一名成員 哇這邊 呃很明顯就是 一開始跳點有點太大意的情況下 導致 好像KEO的成員也沒有車 而且隊員 算是4分5裂 這是我說的什麼 你今天拳頭小 你就找不到一個好的位置了 所以這點出現在KEO上面非常非常明顯 他們現在四個成員 倒了一個 另外三個分崩離奇 開局就算是一個全崩的狀況下 對 而且 掉的是箭頭位喔 沒錯 所以接下來後面他們的推進一定程度上會受很大的影響喔 對 然後這邊 看一下 S成這邊 GED是順勢的趕走了對方 那 呃不過 呃我覺得這樣有好有壞 好的點是在於說你物資你盡可能的收 但是壞的點就是在於說 S成畢竟車輛物資有限 那你很早期就是對方 你趕走對方 但是對方相反的也把那個 把緊有的兩台物資拿走 是的 那這是P成 HQ 一隊獨大 那 HQ其實 呃包含說他們正中的AA跟地府原本也是MS的成員 那 他們來到這邊其實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其實我之前跟他們說過 呃主要是 你是一個新組成的隊伍 那 跑圈那些東西對你來說是一個 要慢慢去磨合去學習的東西 那如何不跑圈 我跳地圖的正中心點 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前提是什麼 這個點要沒有人跟你進去 對對 對對對 對其實 HQ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 他們太過於仰賴個人選手單兵發揮 可是他們整體的隊伍的團隊進攻點 昨天雪地的一場 他們是輪流進去打 一打四的概念 而不是好像是四個人滿邊衝過去 對這就是 目前為止 HQ 畢竟新組成 所以他們正中的默契還需要加強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是相當相當嚴重的一件事 因為Publish Mobile其實相當吃爆團的 像光配槍 昨天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部分就是 小把的一個優利愛狂小狗就帶在身上 因為你一定會衝到對方臉上 然後去這種跳的 用腰射的方式去拿下一個人頭 而且最關鍵的是在於說 這是第三人稱 對 你第一人稱 或許你還可以轉角上面遇到愛 但是第三人稱 你不太可能 因為其實對方早在一個轉角 就已經先把你看透透了 對 大家都是拼這個爆發力啦 對 AG第一名的隊伍 在這一個貨櫃 這邊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邊就是 他們其實就分很散了 OK 然後分很散 然後大家都搜完之後呢 我們選擇一個點 開始爆團 其實這支隊伍他們到目前為止 如果他們夠貪的話 嗯 G港下城區 或許也都是他們的 對 其實在於說 他們 我覺得 相較於昨天來講的話 他們反而今天的打法 比較穩健一點 是 所以昨天他們打得很奔放 真的打得夠奔放 我覺得也是 不能一直上頭啦 昨天狀態好 那成績也不錯 那今天我覺得 稍微打穩一點 尤其第二天的開局 如果他們想要一直平穩在前段班的話 肯定是要隨時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我阿嬤跟我說過 趁勝要說 吃定他了 沒錯 衝就對了 沒錯 這邊看一下開局私利的 你看看 遊戲開始已經六分鐘了 他們還有人是 開到最離圈最遠的地方 西部沿岸去收物 我只知道說 他們其實嚴重 delay掉以外 而且還掉的隊伍 他們掉的不是補槍手 而是箭頭位 會導致其實 我覺得個人 打這一把算是幾拍 算是真的嚴重手邊 他們現在就 偏向就是打三一點 我越慢越好這樣子 別人最好在 我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已經開打 打成不成人型的時候 我再進去 對 就打一個慢一拍 其實上來說已經輸了 因為你就失了先機了嘛 對 但當然從戰術層面來講 我少一個人的確也不能去跟人家3V字的碰撞 哇這邊可以看到HQ 四個人抱團之後呢 反而是放了一個 阿迪蒂斧這邊 是選擇一個人 當一個前導點位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後續三個人 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有發現嗎 甚至是出現一個 黏巴打的動作 嗯 其實 在我的觀察 我平時 我跟其他 可能 選手教練是主在比 我比較不同的點是 我喜歡去看一些 從一個選手 他的個人操作 或是說整個團隊的 一個戰位去推算出 這個戰隊 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嗯 但目前很明顯 你會看到HQ 有點重複動作 尤其是在第一圈 大家眾所皆知 PUBG這款遊戲 在第一圈跟第二圈 是一個關鍵的位置 在於說 我要偵查情報 對 趁我還有這麼多地方 可以躲跟戰的時候 我要偵查情報 是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HQ之所以到目前為止 昨天出現這個問題 到今天還是一樣的點 就在於說 他們成員跟成員之間 好像是一個call 我今天這個call 我下打要做什麼動作的時候呢 全部人都在 all in 在這個動作上面 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這個好事 是建立在 我今天要進攻方的前提下 但是 他們這次隊伍到目前為止 很奇怪的點就是 我今天是一個 搜查情報的時候呢 欸 我今天 指揮跟我講說 我要看東方 OK那我就是四個人都看東方 該怎麼講的 你有一個進攻目標 或者是 你有一個戰略點 要打的時候 的確大家要一致嘛 可是現在就是沒事做 也不要講沒事做 情報收集就是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嘛 那大家 都 聚在一起 好像沒有特別的去做分開 所以讓 人是被的 YASKA 哈 沒辦法少掉 這邊其實 我MS算是 小智這邊給機會了 他還迅速一個patt 他還回來pand一下 他還皮了一下 小皮 那不就還好對方打不中 對這邊算是 其實我覺得MS 昨天 我直接講開位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MS當這個 這支隊伍 因為畢竟經過一波改寫 那 愛打架的 都差不多 去了 愛打架的 事實上營運的情況下 導致他們有點瞻前顧後 這隊伍 包含昨天的 搶到一個很好的位置的時候 但是他們不太敢push 或是在觀察的時候呢 後面就咬上來了 可是後面咬上來的 這個隊伍是必須 他們一定要打MS的 對 但是反而是MS 卡在這中間 他們不知道說 我應該要怎麼做 會比較好 導致MS其實增加的狀況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 剛剛看到了一下 下一圈的縮點 真的 就往中間縮了 那獲利的有誰 AG也在圈內 AHQ本來就在P層 然後K7 對 所以其實強隊 運氣也真的都不錯 的確一開始的航線也好嘛 所以余文君這幾次強隊 他們的位置都不會算太難 我覺得 呃 剛剛就說了嘛 拳頭大的有機會畫地牌 那相反的 不管我圈怎麼講 我很合理嘛 我今天拳頭大 我就是有權去搶一個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好的位置 沒錯 所以導致說 每次大家都會看 關賽重點 可能會說 今天的圈怎麼又縮在誰誰身上了 但其實這些點位都是 這些隊伍自己去搶下來 建立好的優勢 沒錯啦 對那 右半邊月一開始的航線 偏偶這個地方可以看一下 東泰的選手倒一名 跟YRC一個激烈的碰撞 看起來是東泰這邊反江一軍喔 對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我真的一定要算一直比 就是很明顯的 現在前幾個碰撞的點 大部分的隊伍都是來自於 中後段班的隊伍 對 前段班的隊伍套句 K老師所說的 昨天已經說了嘛 只要前面鏡頭不會帶到的隊伍 基本上都是活到 都是活到 都是活到決勝群的隊伍 主要是來自說 到他這款遊戲 前面不是精華 對 真正的是後面 後面就比什麼 選手的個人能力了 是是是 那你前面鏡頭會帶到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叫做 Fail鏡頭 是 就可能翻車了 或是出現一些無必要的損傷 對 另一種可能就是 兩隻隊伍莫名其妙 會在一個 不對的時機點撞到 對 那當然就不會成為對的人了 是的 那最後打完看來 YRC就剩下一位仙女 應該我後來想看了一下 那個評語 對 因為是女選手 女選手啊 你看看那邊女選手 仙女 那漢堡這邊也被摸掉 仙女看來是直接要 要棄隊友了 沒辦法 這邊其實 是可以考慮救了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漢堡第一時間倒到 倒到目前為止 5秒了 可是他沒有被捕 他沒有被任何的補槍動作 那代表說其實漢堡倒地之後 他好像有卡到一個 可以救的點位 對 漢堡是卡到一個樹的後方的情況下 其實仙女是有機會 撲煙 試著拉看看 但是他選擇直接拉開的話 那就要仰賴說 他今天有一台 在奧落敗的時候 他要不要賭一波 直接往全球進去 去呸 硬呸 保一個生存積分的 但他剛剛看起來 並不是這樣 這時候是非的DP 昨天的DP28 表現得都相當不錯 是6倍 抱歉 欸 哇 他隊友 他隊友爆開 大家一起來 對 其實DP28 這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從一個選手 沒有太過研究 DP28 我看過一個 世界賽的選手 是 DP28怎麼打 趴著打 對 那個距離是三四百碼的距離喔 可以直接壓掉一整隊的 對 那個讓我有點驚呼說 原來DP28這把槍在 這款遊戲上面 是如此的槍 其實他是非常鬼的 他是非常鬼的 你以為那兩根腳架是白給的 玄學 真的是玄學之槍 是 好 一娃娃 天線 這一圈 哇 結果中心的位置 因為MHQ往下 噴出去P層的高點 其實我覺得還好的點是在於說 你可以看到 AHQCP已經從P層出來了 所以他一定有知道說P層的情報什麼 所以圈一往上刮 他可以第一時間回去 他可以直接回頭 但是你可以看到AG AG你可以看到第一時間 我一定是往我覺得優勢最好的點位去走 是 他們已經是不想去解決問題了 他們跟昨天的打法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提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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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我就打 沒人我就站 所以AG永遠都會在圈很不錯的位置 主要是來自於說他們的其中性真的太高了 是的 那其實因為剛剛的航線的關係 所以其實右半邊的競爭基點一定是非常非常重的嘛 沒錯 這邊就要看一下有沒有隊伍會選擇從地圖的左下角 嘗試去繞 Full Up已經看到Duplay在旁邊了 已經有人在對價了 華家欣 華家欣這邊 這邊已經打得有點小殘小殘 但是因為大家都有載具 所以還可以 看來已經選擇好補起來之後 大家先拉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好周旋 很聰明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不會前期就算我真的打傷人了 但是那是一個威嚇或是敢 趕趕趕 趕一個路線的概念 所以他們不太可能會在前期就發生這麼接的朋友 哇 這邊話才剛剛講完 摔車 另外一邊Panda是打了這個勵志 跟勵志開始對戰 喔 近距離的一輪 卡著牆角第三人撐著小優勢 哇 這邊感覺勵志不太妙了 兩個人不許過來剩下一名選手 而且HQ這邊是 三人成員直接抱團 要選擇強壓他 不過 最後一名選手的位置都被找到嗎 直接彈出來 換了一個 我有差點換到第二個朋友 哇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HQ算是有進無險 但是他們就是因為抱團成功 但是 勵志的成員沒有選擇要往回支援 而是選擇放棄掉了 那其實還蠻 我覺得反而是箭頭位這兩個人 犧牲沒有必要了 是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箭頭位 反正去就是要死的 那能拖下來幾隻是他們的功用 對 但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二拖二 算是不虧了 尤其是在於說HQ是先手的情況下 對對對 但只是很可惜 勵志的另外兩名選手 好像是選擇 不聞不問 直接跑掉了 嗯 挺可惜剛剛那一個 因為看得出來他們這個絕底反彈 算反彈得相當好了 對吧 對 這邊看到畫面來到的是Ju Juplay這邊是選擇要進圈 不過遇到的是吉娃娃 對 那TTS跟速德龍剛剛都已經有所掌握 UNG 浩翔 對到了人 那另外一邊凱瑞也被軍H給帶走了 哇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多點開花了 這邊 這邊看一下 吉娃娃是一個高點喔 這邊可以看到 呃其實可以看到吉娃娃這邊 他其實沒有很明顯的所謂的側翼成員出來 嗯嗯 也就是說所以沒有所謂的邊線的話 其實 只要有隊伍嘗試繞開來的話 就很有可能直接一個前後夾擊 把他們吃掉 對 哇這邊看到是凱奇戰隊 這邊是來到的是雙四洞的位置 然後正 馬路正對方已經撞了 哇這邊算是失誤的 哇差了一點點就還是倒下來了 哇這邊算是GED的失誤 是 不過這邊 確定倒兩名的情況下 K奇戰隊應該就要選擇往前壓了 直接衝 因為他們滿邊 沒道理 不衝 對這邊 投擲物還在的情況下 就要嘗試直接往前進去 喔 且壓且進 又壓到兩個對方也是下煙了 OK這邊選擇直接 趁 對方直接撲煙到自救的情況下 直接三人大軍 往前壓進的情況下 斯潤領軍 配合著阿廷跟 GN 對GD進行正面 一波強壓 先收掉一隻沒問題 第二隻也沒問題 兩個人的腰射擊火 相當相當成功 在樓梯口 衝第一個人 已經先行倒下 但是還可以拉回來 第二個人在上 外面的陛下 也是跟著補槍喔 哇裡面交火的相當的猖狂 但這邊是AHQ 又遇到了 呃 MS 對這邊是來到的是 P層的最高屋 那邊是選擇一波會戰 然後這邊 凱吉對上的是GED 這波會戰 最後是有凱吉戰隊獲勝 對 大火全身 畢竟一開始就已經有先手優勢 GED在選擇撤退的時候 配套做事沒做好 沒錯 直接被當中打了一個先手 這個是一個蠻嚴重的失誤 就算你已經打算要撤退了 也不應該是這樣 茫茫的直接衝 不過凱吉戰隊似乎是有被換掉一個人 他被換掉一個人其實 也不虧啦 不虧算是不虧 不過 他們有個問題點是在說 剛剛兩名選手選擇要鞭屍 但 斯潤是選擇要往上 衝高樓的 有點太快了 但其實我覺得 我本來會覺得說 應該要抱團 要嘛就抱團往上衝 要嘛就是 呃你先緩一下 收掉兩個人之後呢 再嘗試要怎麼把上面的人 因為你有這種這麼大巨大的優勢 沒錯當時有點判斷有點問題喔 這邊看一下 蘇德龍 這邊還是來到是 呃 雙四洞的丘陵區 對 這邊其實這邊算是兵家必戰的地 因為這個地方可藏車 對 會戰也好打 而且甚至你可以進行一波收費 可是下一圈好像是 沒有刮在那邊的情況下 那待會 雙四洞出來的凱吉戰隊 有可能就會面臨到這一波的壓強 對 STL遇到UNG 不是是K4遇到UNG相當不走運 另外一邊STR也是被收掉了 兩個人這時候他隔著丘陵對看 他算是被有 他被戰彈震到了 嗯 然後第一波壓槍 哇 反而是Coco後續的補槍有跟到位的情況下 反而是UNG這一波 反打了STR 剩下 剩下一個子薇 子薇 可以嗎?扛著住嗎? 靠著煙的反擊 哇還是被崩起 哇這邊很可惜 這邊算是 是有給足支援的 而且看到這邊 Coco的視野 哇 再單狙狙掉KA4一名前手 M24的發揮很好啊 這個位子果然大家一起來搶喔 只是UNG的細節似乎更好一絲 哇這邊可以看到 呃 KC戰隊這邊緩和 稍微緩和一下之後呢 開始要反打UNG了 UNG那邊其實過得太爽了 這樣算是變相的救到KA4了 對 KA4這邊其實 他們算是實力 因為其實他們 一直繞一直繞 發現其實節奏上面來講的話 他們拖到時間 沒有搶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是 這邊大平地 車子又被爆掉的情況下 剩下一台Buggy 那待會要做一個取捨 誰要留在這邊 當一個伏地魔 沒錯 而且他們煙已經步出去了 他在這個短時間內 一定要下好這個決定喔 這個車長的還是不錯的 Coco看起來這一段 他們也不想要在這裡 浪費太多的時間喔 畢竟 剛剛已經放 沒有一股作氣 把KA4給收掉 沒錯 然後這邊看到是MS 圈 一旦刮出來 P層了嘛 那圈正中心點 一樣是 防區一樣是AG所佔據 那現在MS要考慮到一個點 就是不能再P層拖太久 你拖太久會導致說 你會被吉娃娃拖住 然後你進圈還要面臨到AG的防線 是的 這邊 還在僵持 這邊其實最多留一隻 真的最多留一隻 其實就要卡住 其實他們MS代表說 昨天的問題還是一樣的發生 要進圈不進 然後變成說 後面的隊伍就咬了上來 再壓一輪 還是想要慢慢做撤退 這邊好像來不及了喔 對方已經靠過來了 看來是不能撤要打了 第一輪的夭射先換一個小智 之後再換成M4 這邊 一個一換一的情況下 雞娃娃最會一名 沒血成員進點 這個夭射差一點 對方是殘血 沒有摸到任何一下 終於算是補掉了 哇 這邊看一下 時間還夠 還可以拉 不過進圈的情況下 看一下AG有沒有人 製造機會 給AG自己一個收割 然後眼外KA4 面對到的UNG 轉了一個位置之後 總算是摸到UNG 靠近的位置 但對方的槍線 是布的比較開喔 哇 Mercy這邊沒有第一時間 補到位置 哇 這邊看一下 雙方 2打1 哇 比較遠直接被補掉 這邊就很明顯 就是XG帶在什麼 我剛剛一直不斷前面強調 邊線成員 是 K4有點太密集了 然後他們沒有任何一個成員 是所謂的 呃 水平面的支援 而是選擇 在直線 也就是說同一條線的情況下 那相反的三隻都會曝露在UNG的強線 那反而是UNG的邊線位置 其實做的還算不錯 是的 哇這邊剛想完 但是才剛想完就馬上遇到了 凱奇 想要做最大贏家嗎 馬上把Coco可以補掉 哇那 金鴻的位置 很尷尬 這邊很尷尬 這邊看一下隊友能不能給支援 因為其實有一台車已經先開走了 但是對方 的確架得很好啊 這邊應該是 應該會選擇 塞自閉焉 想辦法把局面 弄得更亂一點 這個人 基本上不太能跑了 那考慮到是什麼 剛剛開車進圈的那個隊友 能不能轉投 是 進行一波瘦頭 但另外一邊 AG也是看在眼裡 所以這個地方 這幾隻 排名靠前的隊伍 目前是把UNG 放在 這個張榜上的魚肉 一個一個來吃 K7隊如果這邊聰明的話 對不對 應該要直接鋪點 因為其實 壓力在於他們 而不是在於金鴻身上 對 因為他們在讀圈的最外圍 他們要碰圈 這邊如果你不敢吃的話 其實就是上車 直接拉掉 對 你在這裡越周旋越久 對AG來說越有利 沒錯 你們兩個耗得怎麼樣 你看這邊 這邊其實AG 打賊人 哇 結果是被旁邊 K1O雖然說一開始撿圓 但如果 如我們所說的 他慢慢的進圈 他居然是安全的 在圈內已經抓到機會了 哇 反而是K7隊這邊 掉了兩名的情況下 驚鴻沒有倒 該倒的沒有倒 反而 但是這個毒有點痛 有點拉不起來 這應該會直接 直接走了 這邊反而算是有成功拖到了 他們下水 對 這邊老實說 K7隊這一邊有點算是失誤了 你既然選擇要打了 那你就不要打半套 而是整個要拼回過去 是的 明明過來就有一個巨大優勢 但是這時候又忌憚掉對面的 AG的壓力 沒錯 所以後面又選擇緩下來 但其實你在跑圈的過程中 你是沒有什麼時間去做緩的 這邊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U level up 哇 小7 這邊可以看到U level up 目前位置不好 嗯 MS的位置也不好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這一把 又是AG的局了 對 兩個隊伍可能在這邊 要於死亡破了 而AG的位置 打從剛剛 就像你講的拳頭塔 踩到好位置的情況下 一直往這個 中訓員去縮 通訓員去縮的話 基本上他們 就是一直 禁收眼底啦 所有的情報量 他現在唯一能進的點位 就是U level up 前面左前方的那顆石頭 但是前提是要過的是 三重槍線 沒錯 對然後再次 哇這邊是直接 呃 這邊是成功 過去了 反正是U level up的一名成員 過去之後呢 AG戰隊的GYNH這邊 近距離的交戰 Winter 跟GYNH的對局 哇最後Winter是不是敗倒了 呃只能說 呃流氓槍嘛 對 GYNH流氓槍 大波羅拿出來 誰欲成功 是的就壓到底就對了 哇 不給 不講道理 反正他子彈夠多 他其實子彈夠多的情況下 還可以做第二波的補充 對 火力壓制然後再舔個包 這個時候 遠距離四倍近的壓槍 另外一邊的隊友 也是補掉了他喔 哇那這樣子的話 剩下的隊伍 只剩五個隊伍了 人員比較充足的 應該就是AG跟KEO 可是KEO 欸這邊凱琪 最後必下 哎呀 這邊其實算是 一二名之爭 嗯 KEO KEO就要看一下 他們有辦法 做一個布局 因為其實你看到 KEO的成員太過密集了 對 他們反而沒有進行一波壓制 他們沒有分線出去 沒錯 玩偶這裡也是被發現的 KEO又再賺了一分喔 把MS給送走 三隻隊伍來搶最後這個位置 但是 呃 AG的滿邊狀態 大家都知道身心都很健康喔 夾欣 U level up的狀態也並不是太好 這時候空頭掉了一個禮物 又多了一個天降的掩體 這一圈 還不是分數勝負的點 下一圈是關鍵 要看一下下一圈會偏哪邊 因為其實 只要不要切右邊切腳圈的話 AG是一定要動 對 大家就考慮到說 目前都是平地 雙方兩個隊伍都有車的情況下 誰要先利用一個平地的樹 兩顆樹是關鍵 哪顆樹刮到安全區 那誰就要利用車子載具 去做一個演點 對 當然這樣講的話 滿邊的AG一定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主動權 我怎麼去分人都是優勢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 四打二打一喔 OK 這邊要看一下 圈要縮到了 看一下關鍵第七圈 可以看到 OK 我在喬角度了 這邊已經在喬角度了 這邊要準備衝了 哇 結果竟然縮一個 右邊極端圈 那是不好玩的 那真的不好玩 這樣遊戲很過分的 遊戲有點 天時地利人和 對 這邊其實 又來了 他們不擠以外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看到這兩隊 都有一個被波 那誰圈 誰的被波先被圈逼到的話 那誰就尷尬了 情況下 AG完全不用動 他們甚至最後再去那個樹 鋪眼味就好了 對 他現在也不用像我們剛剛講 就很照鏡的說 一定要趕快開車去PAN 因為全球在我這 現在本來的GED很尷尬 是 是KO 對 KEO很尷尬 現在尷尬的點就在於說 我進也不是 我唯一可以進的點位 的那顆樹 竟然是緊貼著 AG的背波 對 那我可能剛進到 我就要被一波手雷洗禮了 這時候我在想 該不會要選擇 乾脆擊殺分 也不要給你比較好 我覺得這一波要賭 賭什麼你知道嗎 賭一波直接衝到 A區的反背波 反背波之後 下車直接一盾 OK 近距離的人有攻略嗎 沒錯 他剛走出去講完 三倍精的鴨槍 先送掉一個 這邊來不及了 這邊沒有選擇 這邊反而是選擇 挺剛好拚 又做半套了 這邊反而是 有人要不要出手 他想拿第一 他想拿第一 所以他趁一個混亂了之後 他出手的情況下 這邊就算是救到 QD 救到KEO OK 這邊反而是 這邊打掉兩隻了 這邊一直在不斷的收碎 難道要一打四 就在這裡 他沒有打算狗活 第四隻的位置他也抓到了 他已經看盡收眼底了 但是他其實不好打 軍會群這一棵樹 這棵手雷差一點點 如果能夠炸到血量的話 其實軍會群這邊也並不好過 軍會群這邊應該只能選擇伏地了 這邊 隊友選擇幫他鋪煙 這邊可以看到我就是說的 是隊友製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他去發揮 你看到 開始趴地 又隊友給我情報 給我支援了 他隊友其實鋪的煙 這一波算鋪得很漂亮 非常棒 就是能救到 沒錯 對 那這時候就是KEO能不能做事 你看有level upper 一個人都在做事 KEO能不能也加緊起來 不然一定推不倒AG 這座大山 這邊嘉欣其實三個人都是槍線 可是他只要不要被軍H抓到的話 他還有機會打 哇 很難不被抓到啦 人家有小波捏 他其實可以看到就是他前面都完全沒有打掃 情況下 那這樣子AG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威脅 剩下就把KO包起來打 而KO也沒有在趁這個時機點換位置 還是架在剛剛自己建立出來的這一個車掩體 沒錯 這邊四打一 應該要選擇往前復學 繞邊線的 把槍線展開包上去 沒有要給你機會 圍起來開扁 直接撞到你臉上 比賽結束 我們恭喜第一把求生島吃雞的是 AG 哇 這邊 七殺 真不愧是AG啦 算是只要是求生島地圖 他們都是吃雞 是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 軍H一樣個人斬破五殺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前面只講到就是 他們的成績是怎麼來的 隊友製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他去發揮 那第二名很可惜 是 難得會出現在最後決勝拳的KO 但是他們 後續的 呃 成員來講的話 我覺得不太果斷 可惜了一點 對 對 他們其實那一波ULEVUP 把他們頂住那一波的時候 他們可以其實 再打一個更造勁一點 但是比較可惜一點 那第三名是 算是尾盤有差點拉出一波小高潮的ULEVUP 就是 他以為他跟KO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 沒錯 他應該也看得出來 對方那個三頭這樣站 他旁邊這個 勢必要是他的隊友 對那KO卻很可惜 就是沒有回應到ULEVUP R嘉欣的這一個出手 嘉欣已經選擇支付位置了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 對方所有四個人的位置在哪邊 他就只希望KO給點回應 就一點就行了 對其實KO可以看到 KO尷尬一點是 他們第一台前導車掉了之後呢 他們後續的成員就只是 我剛好進圈就好了 是 而不是說我要往前去push 其實真的很可惜 因為你過得了這一圈 但是你過不了下一圈 沒錯沒錯 但就看你的目標放影在哪邊 也許從KO一開始掉箭頭位之後 他們衝到這個第二的位置 他們的心中的想法 就已經很清楚 對這個名字是相當滿意的了 哇這好像不太熟 欸 H戰隊吃雞 而說他Give me 5 然後發現尷尬 我竟然 他們好像賽前沒有 預想說 欸 我一地板又有吃雞了 該怎麼講 或者是 司機一直 輕鬆平常的事情 他馬上說 蛤蛤 要Give me 5 啊不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嗎 為什麼要這邊Give me 5 然後隊長就說有鏡頭 有鏡頭 蓋一下 對阿 再怎麼樣也要演一下嘛對不對 沒錯 來這一支隊伍 HR GAMING 兩天打完 決定 不算啦 第一天打完 然後 沒有兩天的求生島打完 求生島全包 100%的吃機率 對 目前是求生島王者 對 但是這一至少 昨天不敢講 但今天我覺得上天在眷顧他們 對那個怎麼圈都沒有讓他難受 我先不要講 是不是很爽 至少絕對沒難受到 沒錯 或者你覺得說就是很爽 我覺得剛剛最會覺得嗎 爽過頭 有點太誇張了 阿你 草地戰最怕什麼 草地戰最怕大波羅 也有了 阿圈 呃 唯一可以進圈的兩棵樹 結果 不要說樹 還說一個反背波 我覺得他 就是你再往左邊說一點點 對這個 阿G來說都會算是一個小的考驗 但你怎麼圈都把那個波給留下來了 他連他這個車到最後你也提到 就是有車的隊伍才有可能去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他們連車都不用用到 沒有因為我有波 我有天然的屏障 對想不到連波都不用動 對 這個是有點浮誇啦 那第一局的比賽 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跟這個擊殺分 AG27分吃雞 第一名那KEO是4殺D28分 那MS4 欸擊殺分也有7分 那排名分你能靠後 因為中間就遇到很多位置不好的情況下 因為其實你看到第三名MS跟第四名凱吉他們擊殺分其實都算高 都算高 一個是負責P層的自戰 對 另外一個是雙4動作會戰 兩邊的優勝者其實擊殺分都還算不錯 是 那反而是第五名 我剛剛前面一直說到就是 重營運的有level up 儘管拿到第三名的位置 但擊殺分其實是4分 還是算蠻可惜的 對 那宇文局在原本相當好的 因為也在那個丘陵區打得相當不錯 但是因為凱吉的加入 所以被一個夾擊 但是金鴻仍舊展現他明星選手的價值 沒錯 依舊是把擊殺分拉到7分 那這樣前六名還是強權 那K4跟DUPLE 欸這兩隻我們有 終於有起來了 對拉到第七第八 有點起色 是的 因為畢竟才第二天嘛 我們這個為期一個多月的賽事 是 總算會讓 傳統隊伍還是需要 比較長的時間去看看他們的實力 那中間這個段班 欸又是學生隊伍 勵志 然後素德龍 欸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你剛剛說什麼 學生隊伍你把我們AHQ放哪邊 我先 我先念完三隊學生隊伍嘛 然後中間有AHQ 怎麼了嗎 怎麼了 對 HQ其實 你要說圈對他們不好嗎 其實我覺得沒有 但是他們反而是情報點位 所以不太好 就處理的不夠細啦 不太行 然後除此之外 就是在於說他們P層好像沾前過 因為畢竟 你P層是起始點 那你第一時間 圈網P層去說的時候 你一定有 有辦法第一時間回去 但是他們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四個人都在做同樣一件事情 那你要保持東方不敗 那你西方肯定會失敗 是 這種概念 所以想是他們往前走 一定OK 但是往後走的時候呢 在觀察一波的timing 就被MS搶一個陷阱 對 而且 剛剛在他們最後選擇 看的位置是離開P層 往下方那個 大家很紀律性的那個高點 就不錯 但其實大部分的隊伍 是從右邊進來 他反而沒有扛住 右邊大部分的隊進攻喔 是比較可惜的一個 對 來看一下 打完這一局之後的 總積分的變化 那我相信AHQ是 繼續奧然聚雄嗎 175分 第一天是領先 第二隊30多分 第二天就已經 已經領先到 第一場第一場而已 你看而且吃雞 三場了 對 到目前為止 打七場 然後吃了三場 那該不會如果 下一把又吃雞 吃雞率五成 五成以上 五成以上 我以為這個遊戲 這麼多隊在打 應該比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沒有 其實我們上次有看過 像是國外的BRT 他們也是 在一天 吃了三把雞 對 吃到後面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隊伍好像又要吃雞的 那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AHQ會不會在下一把又吃雞 對 沒錯 那第二名是有Level Up 那的確也去的 剛剛的成績 依舊也是能夠保進前三的位置 沒錯 對 雖然說分差真的被拉太開了 AG 後面的這個收稅收得真的太過開心 UNG 在快要倒地的情況下 那拖K7下水 所以他還是保持著這個 二十幾分的這個小領先 MSHQ 那KO靠著這一波一拐作氣 無敵反彈 來到前八的位置 我就是可以看到 除了第一名以外 其實後面幾名都是一把 連夠有機會抉上 對 那因為靠後的隊伍 就是零跟有分數 一點 零跟有分數 應該要不要講 一跟有分數的區別 因為後半段都有大部分 擊殺分都不是很高 那排名分也真的很少 對 對所以後面像YRC也是你剛才有提到的 會在前面就出現碰撞 一定有問題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剛剛前 剛剛這一把打完 很多會算是來自於腳外 是 反而是 防護區裡面的會撞 大家不太喜歡去撞贏 所謂的中心點 對 因為我們看大島沙類型的遊戲 那中心點的防區是必加必至容易 是的 但是 這一次PUBGM 今天 昨天一整天打下到今天第一場 很明顯的 各隊伍還是覺得說 圈中心的防護有能 那我就不必要去打 我就避開他就好了 所以會導致說 只要你前期搶到一個好的位置 那 相當反的 收穫就不大 對 我覺得大家還是有點忌憚 那的確以剛剛那一局來說 那中間那個位置就是 太好了 沒錯 那你不進去 我們也覺得合情合理啦 對啊 那第一場比賽我們恭喜AG 看一下精彩的highlight 那同一場 你還是要給他 後裔的